大家好,今儿个是中国的韭菜们欢迎鼓舞的日子 是中国的炮灰们谈,就叫什么,喜大普奔的日子 为什么呀,因为包子离今天是七十大树 七十大树,是吧,人活七十古来西 包子刚刚开始搞中国的名堂,刚刚开始撸袖子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这个时候一点都没脱 据说在喜包子的今天的,准确的是昨天的 准确的是昨天的晚上的生日的庆典上面 发生了大事情,说现场有一个小新的爆炸 攻击一下,炸了 包子离生死未卜,到底是死还是活,不知道 现场还有一个赫然树立着一个标语 国贼不死,是吧,国运就衰减 习近平不死,国无临日,这个标语 很多人以为我是在要传谣啊,但是我告诉你很有可能是真的 真的,现场的确是发生的特殊的情况 为什么呢,两个说法啊,第一个说法说什么呢 说过去大概一个多月啊,全国各个地方有不断的出现爆炸事件 你们有没有发现都是同一种爆炸,每一个爆炸出现以后都是同一种说法 就是煤气爆炸,是不是 他奶奶在中国那么多是烧煤气,为什么就在这一个月这么多的煤气爆炸呢 每一次都是,包括那个京哈高速的这个大燃烧,大爆炸 是吧,说是拖这个液化气的这个油管车发生的爆炸 现场的那个火啊,墙啊,绵延一两公里,对吧 特别的吓人,天津大爆炸,连环爆炸,四川大爆炸,云南大爆炸 各种地方的爆炸,广西大爆炸,广东大爆炸,都他奶奶那是煤气爆炸 这煤气怎么就这么的不早不晚,偏偏就这个时候就这么次第上演呢 哎,这一个说法,今天得到了一个解释啊,说是习包子的这个对头们 党内的体制派的,体制内的一些个反暴派啊 一个月以前就开始搞事儿,这你给你点一下,那你给你点一下 就相当于春节要到了,是吧,我们就是过春节都是这么过的嘛 是吧,到了这个什么小年,9月24,家里一定要放鞭炮 这叫做什么,准备应接新春到来,是不是,到了大年三十,就是大年三十 叫做什么,守随,是吧,放鞭炮,正月初一放鞭炮,正月凑五放鞭炮 什么一怒给你放过来,知道吧,执着一点喜气的气氛 给习包子一点点颜色,哎,这个东西有点说法的话 你想想吧,根本就是解释不通,为什么突然就这么各个地方都这么多的爆炸 每次你说他大吧,他也不大,每次说小吧,他也不小 你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家,老是今天这个生病,明天那个生病 是不是,今天这个食物中毒,明天那个阳尾,后天那个牙签痛 牙签痛,那肯定是有事儿,家里肯定有事儿,是不是有人放毒啊 是不是有什么坏人在使坏啊 那国家也是这样子的吗,哪有那么多爆炸呀 肯定是有人给习包子一点点颜色看看啊 这是第一个说法,第二个说法是什么呢 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啊,说这个墙内已经开始转的不行 不要不要的了,说这个原来的这个国防部的部长 火箭军的司令叫魏丰河,火箭军的司令和火箭军的政委王家胜 昨天啊,昨天刚刚被抓著,然后呢接收调查 好多人啊,好多人,说是有火箭军员司令,曾经做过国防部长的魏丰河 火箭军员政委王家胜在家格尼交代问题 原军委委员总后勤部上将赵克什部长的秘书高永昨天晚上也被抓 说这个陈鸿辉是个什么人呢,是原总后政治部上校 是吧,然后是一个师长,是一个师长做到,后来做到了29基地人大校正师级干部 也被抓,哎呦呦,真是的不得了的事情啊,说这个魏丰河和这个王家胜两个人呢 现在被安排在医院里住下来了,说给他抑制疾病 不许与外界发生任何的连接,其他的疾病比较低的几个人呢 像什么高永啊,像什么陈鸿辉啊,是不是 都直接就把他人给堆了,就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假的呢,无风不起浪啊 反正过去我们都这么一路过来的,比如当年周永康,是吧 要抓他了,抓了他身边一堆的人 然后呢,上面的人死活就不承认,是吧 最后被问的是,实在是没话,没有地方可以退了 就出现了一个新的词,叫你懂得,是吧 念这个全国政协的新闻发布会 全国人大的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这个事情 然后实在是挡不住了,就说了一个词,你懂得,为什么呀 因为上面的人没有统一口径呢,没有说,谁也不敢说 这个威风河这个人啊,是大名领领了,因为做过国防部的部长了 之前我们也有说过这个人,说这个人有可能反习的啊 有可能反习的,我们做过好几句威风河的事情 有一段时间还认为威风河已经逃亡了,去美国了,对吧 有一段时间说这威风河与这个沈阳军区的司令员叫什么了 让一下想不起来了,说他们一个传统起来,要把细胞子给做掉 是吧,后来国防部的部长去换了嘛 现在威风河的年纪还没到嘛,是不是 换成了现在呢,这个姓李的,而这个姓李的是个什么人呢 是被美国这个国会,美国这个国会就锁定的制裁的对象 就是你可以这个什么,当国防部长,但是你不能够去美国 禁止他去美国,所以威风,所以这个提包子就不高兴嘛 就是你既然不让我的国防部长去美国 那我就不让我的国防部长跟你的国防部长有一个见面 不见,即便两个人都到了新加坡,他也不见 是不是,搞得美国的国防部的这边呢很挫护啊,是不是 是不是人家都解释了,虽然对这个姓李的将军 李将军进行了国家级别的制裁,但是不影响 两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在另外一个国家见面呢 免得发生重大的分歧,擦枪走虎啊,这多大的事情啊 很大的一个事情是不是,不见,老子就不见 他为什么呢,他希望通过这样一种不见你的压力 包括这个叫什么,叫什么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这两天据说要去中国访问 一开始也不接,电话都不接 然后终于打通电话了 这个中国的外交部战狼部的部长啊 叫什么秦刚,想教训小学生一样 把人家布林肯教训了一通,他都是有目的的 什么目的呢,北京的兄弟们告诉我的啊 就是给这个新上来的,这个新你的国防部长 给他明正言顺,就是你美国人要把这个 所谓的这个国家级别的制裁,要把它撤销了 但是美国人不给你撤销啊,你不给我撤销我就不见面 那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精力呢 你想想,人家魏丰和以前是去过美国的 双方是相见生欢,谈笑风生 为什么到底李将军这会儿就不可以的呢 为什么要制裁你呢,是不是 那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你习近平 你为什么要明明知道这个什么 这个李将军是美国制裁的 你搞这么一个人当国防部长,你根本就没法办事情 为什么呀,说明这个李将军肯定是帮西包子安前马后出生如死呗 说明这个魏丰和肯定得罪了西包子呗 所以从这么一个角度来看 现在魏丰和和他的这个什么,政委 王嘉胜两个人配合调查在家隔离 现在被送到医院区,等于是软禁起来了 与现在的国防部长,那绝对是有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你说是不是在这个意义上 说这个包子里的生日的庆典上面有一场小型的爆炸 那是很有可能的,关键他是火箭军 你听那个金燦荣说过一句很扯淡的事情 说这个包子里中国的军队共军最牛逼的就是火箭军 火箭军绝对是人类社会第一 没有人可以跟中国的火箭军相比,打哪指哪打哪,就这种水平 所以如果火箭军这边如果真有事的话 那说明习包子生命就难保啊,是不是 所以现在习包子过生日啊,全国人民都希望他死啊 是吧,尤其是我们海外的各路反贼 那是反贼更是希望习包子死啊 习包子不死,国无年日 习包子不死,估计中国要死一半的人 你说是不是,所以在这样的啊,习包子的七世大寿的光辉时刻啊 让我们所有人都团结起来 大声呼吁,习包子你他妈妈那你奶奶的赶紧死吧 你不死真是国无年日啊,说明真的是有人要他的命 是不是火箭军搞的事情,是不是威风河搞的事情 是不是王家胜搞的事情,我们不得而知啊 但是有人要要动习包子的狗头,那是肯定的板上针针的事情 否则很多事情根本就解释不通 这个东西不要以为习包子已经是牛逼哄哄的 毛泽东当年也是从1950年代啊,一直到他死20多次暗杀 不是开玩笑的,他为什么要把所有的这个将军都一个一个都拿掉 是不是,就是陈毅,贺农,彭德怀,林彪是不是 一个一个的军队里面搞的最狠,一个一个拿掉 他认为每一个军队的人,高层的干部都有肯暗杀他 他最后身边就没人信的,他最信任的就是张玉凤 毛泽东最后连他老婆都不信,是不是 昨天看了一个故事很有意思 说这个江青要想见毛泽东,必须通过张玉凤的这个什么 同意,所以江青就讨好这个张玉凤,是叫张玉凤吧 我怎么就是罗玉凤啊,是不是 张玉凤啊,希望我没记错啊,我对这些个扯单的事不大忌 结果呢,江青就讨好他,就给他送了一件特别漂亮,真似的裙子 然后你穿上去了以后,医院呢,就穿上去请毛泽东看 啊,主席啊,你看我这个裙子好看吧 毛主席说,裙子是好看啊,但是呢,这个,你脱了以后更好看 是吧,然后就问他,那就,谁给你的 然后他就说是江青同志给我的 然后他就生起他,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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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他的东西啊,脱了脱了吧,你脱了更好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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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